孩子不愿上学 家长忧心忡忡 想家庭事业兼顾 嘱咐梦想往上创业 家有病童 谁能带给孩子康复希望 小城大爱圆梦工作室 为梦想人和助梦人搭起桥梁 使他们得以梦想成真 小城大爱为梦想助力 走遍中国 正在播出 江百姓身边事 看中国新变化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我是李娜 我现在是在浙江省安极县昌硕街道 之前我们通过网络了解到 浙江省安极县 有一位中学生因为种种原因 产生了厌学情绪 不愿意去上学 家长用了各种办法都没能够解决 非常的苦恼 后来呢 他们就想了一个法子 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把孩子不愿意上学的事给解决了 这是真的吗 这么棘手的问题 究竟是怎么解决的呢 现在呢 我就来到了这位学生的家里 咱们一起去问问情况吧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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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赵生的家长吗 是的 您好 我之前听说咱们孩子好像是念学 不愿意上学 然后后来说这个事儿 只通过了一天的时间就给解决了 这是真的吗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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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没做 你没做 谢谢 谢谢您 他放假的时候 走出去跟朋友他们一起出去旅游 后来接车的社会上纪念 他们呢 就好像在外面 他们什么修车好像搞起 好像验证这个读书 19岁的于兆生 如今已经考取了 湖州市宇祥外语学院 现在的他 阳光 健康 学习成绩优秀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 用了什么方法改变了于兆生的想法呢 牛娃子师父呢 他就主动找到我们 他说你把孩子交给我 我会用一天的时间 只用一天的时间吗 是的 就能够帮您解决孩子不愿意上学的问题 那我交给他 确确实实用了一天的时间 只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解决了孩子不愿意上学的问题 那牛娃子到底是什么人呢 大家看啊 我现在就来到他工作的地方 这边有一颗牌匾 上面写着 牛娃子上门开锁24小时服务 我现在就进去打听打听 于建华口中的牛娃子 叫杨东霖 是一位开锁师父 由于服务周到 信誉好 在安吉县小有名气 那么一位开锁师父 究竟用什么方法 解决了孩子不愿意上学的难题呢 杨师父这个人呢 照我们安吉也是小与名气的一个人 然后从小就知道他 他这个人比较正能量 一般从事一些什么慈善行业 然后对属于那种好心人 然后呢就是 就是在我内心深处呢 就觉得他说话的那种影响力啊 蛮让我幸福的 那一天嘛我就把他带出去 就让他自己先开门 先撕门 撕了半天撕不开门 那我开键很快的 那我就告诉他对不对 我说这个就是通过学习 你不学习的话 你肯定没技术 对吧 而且学习又不断地学习 你像我现在已经50多岁 我还在不断地学习 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你也要有知识来为了 你没知识你在这社会上把片 让你很大的 杨师父呢本身身体也不太方便 他还不断地通过学习啊 进修获得更好的技术 像我一个健全的孩子 更应该在学校里好好地读书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我心里内心觉得 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一切连老师和家长 都不能解决的事 就这样轻轻松松地 被一位开锁师傅给解决了 看样子这位杨师傅 他不仅仅可以打开铁锁铜锁 还可以打开新锁 那么杨师傅 跟这个孩子的家长素不相识 他又是怎么知道 孩子不愿意上学的呢 另外呢 他是怎么自己主动找上门 去帮忙的呢 我呢这样焦急得很没办法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 我们安吉一个叫 小城大爱圆梦工作室 我就拨着试试看的思想 打了一个热心电话 原来解决于建华难题的 是一个叫做 小城大爱圆梦工作室的机构 小城大爱圆梦工作室 是由安吉县昌硕街道创办的 2014年5月 昌硕街道举办了一场 你的梦想我的追求圆梦晚会 晚会为十位圆梦人现场圆梦 晚会后 昌硕街道副主任叶燕萌生了一个想法 一场晚会能够圆梦的人是有限的 是否可以设立一个机构 将圆梦住梦的形式固定下来 让更多人能够圆梦 于是经过积极筹备 小城大爱圆梦工作室成立了 经过走访呢 我们也大概了解到了 小城大爱圆梦工作室啊 从成立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呢 已经为400多人圆了梦了 那么小城大爱圆梦工作室 他们是如何来收集梦想的 还有就是他们怎么为梦想人来实现梦想的呢 我现在就是在安吉县昌硕街道的 小城大爱圆梦工作室 我马上去了解一下 圆梦工作室工作流程的第一步 就是收集梦想 梦想的收集主要通过 社区5189000热线和调查走访 三个途径进行 第二步由调查组调查核实梦想 确保梦想真实 第三步由圆梦组将梦想记录 整理筛选审核后编号存档 并第一时间报送祝梦组 第四步由祝梦组通过调查摸底 对自愿提供服务的祝梦人登记建档 寻找并联络祝梦人 咱们看这厚厚的一达梦想信息 它是2015年已经完成了的梦想 那咱们现在就随便的选择几个看看 他们都有什么梦想 我们来看 这个梦想 圆梦人 他的自身情况是社区低保护子女 家庭情况是父母离异 他的梦想是过年了 想要一套新的衣服和新的鞋子 圆梦结果是梦想已经被领取 看来很多人的梦想 实际上就是想满足一些小小的心愿而已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是2015年已经完成了的一些梦想 我们再来看看2016年最新的梦想 这里边装的是2016年最新的梦想了 我们再随便来找一个看看 选择 选择这个吧 这个梦想人叫做朱平 他的自身情况是41岁 在家带孩子 他的梦想是想从事网创 也就是说 他想开一个网店 那么我们就跟踪一下他的梦想 看看他的梦想能实现吗 我们和工作人员一起来到梦想者朱平的家中 朱平今年41岁 无业 因为孩子正处于青春期 朱平想多些时间照顾孩子 同时又想拥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于是开网店成为他的最大梦想 网上创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自由的 而且家里跟创业都能兼顾的 网上创业一直是我一个最大的梦想 但是就不知道到哪里去学 根据圆梦工作室的工作流程 工作人员首先调查核实了朱平的梦想信息 然后登记备案报送朱梦组 再由朱梦组通过官方微信平台展板等信息 公布梦想信息 等待助梦人领取 朱平的梦想信息咱们已经发布了吗 已经发布了 那能看到吗 我们手机那个微信平台上 在手机上 小城大爱美好 昌硕 对 这是我们一个公众号 然后这个是第一条就是朱平的这个梦想 他的梦想写得很清楚 对对对 那他的这个梦想现在有人领取吗 还没有 我们是昨天发布的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领取 那像这种情况咱们后面要做什么呀 我们会尽量结合他的这个实际情况 我们去帮他一起寻找这个适合他的朱梦人 朱平的穿越梦想 圆梦工作室能不能够帮他找到朱梦人 我们还将会拭目以待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呢 我也特别的好奇 那这些朱梦人到底都是什么人呢 他们都能够帮助别人 圆什么梦呢 在这呢 我又看到了一些朱梦人的信息档案 我来翻翻看 咱们随便拿一本 就拿这一本吧 哦这个 这个朱梦人有一点特别 看 这个朱梦人呢叫做刘根山 我看到之前很多朱梦人 他的这些朱梦信息当中呢 只有一条 而他呢 这块写了三条 他一个人好像领取了很多个人的梦想 我们看看他都领取了一些什么梦想 第一个梦想是2015年7月的第47个梦想 哦 他是希望孩子能够走路 再看他领取的第二个梦想是2015年8月份的第51个梦想 梦想还是希望孩子能够走路 我们再看他领取的第三个梦想 第三个梦想呢是在2015年11月份的第38个梦想 这个呢也是希望孩子能够说话 我感觉他领取的这几个梦想呢 好像都是跟残疾儿童有关的 似乎这些梦想也都挺难实现的 那么刘根山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领取的这些梦想都完成了吗 我现在就想去问一问 在安吉县新之梦儿童康复中心 我们见到了刘根山 他正在为病童进行康复治疗 新之梦儿童康复中心是安吉县残联主办的福利机构 主要针对残障儿童进行康复治疗 刘根山是这里的康复治疗 像这个孩子他是什么情况 他呢是所以是自闭症 还有呢狂躁症 像自闭症的孩子呢 就是视爱不见天爱不闻 他自己就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做一些刻板的一些活动 狂躁症呢 他就是一发的话呢 就在地下打滚 就一滚了就是滚 一两个小时他都不肯起来 拉起来呢他又滚又哭又闹 所以呢他的妈妈呢带他呢 就是说非常的吃力 精神都崩溃了 还到精神病医院呢呢 就是说去住个院 再呢就是说呢后来就是吃药 但是呢这个孩子呢 经过在我们这里进行这个康复 康教结合的这个训练以后呢 他现在能够跟我们老师进行交流了 而且呢回到家里呢 会说爸爸好妈妈好了 因为他的进步比较快 所以呢他的爸妈妈呢 特别的开心 所以他妈妈他说了 我这个儿子现在好起来了 我自己治疗精神病的药 也不吃了 让我们惊讶的是 刘根山的本职工作并不是医生 而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 一个语文教师 怎么做起了病同康复之导 原来这一切都源于29年前 刘根山儿子的出生 我儿子呢因为他又是早产 又是自息 所以呢就影响了他的这个 小脑运动神经的这个发展 当时的呢我记得非常清楚的 主任医生呢给我儿子检查以后呢 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这个儿子呢 是因为早产自息 所造成的运动功能障碍 他说呢我给你开一个证明吧 你回去再生第二胎 他说从 他建议您放弃这个孩子 对 那么当时呢我呢就问这个主任医生呢 我说我这个儿子 我说以后会不会走路啊 当时呢这个医生呢就告诉我 他说会走路 他说以后蹬下去能站起来 就已经是奇迹了 虽然儿子已经被医生宣告 永远不能走路 但刘根山却不愿放弃一丝希望 从此他自学中医 手抄20万字的笔记 每天坚持给孩子按摩针灸 孩子体弱多病 夜晚经常窒息喘不过气 刘根山就每晚陪着孩子睡 夜里好随时照顾他 这一陪就是15年 经过刘根山的精心护理 奇迹发生了 儿子不仅能够站立行走 甚至考上大学参加了工作 因为我有这么一个经历 在这20多年当中 我对儿子的康复 我有一些积累 也有一些经验 我一直都想就是说 我怎么样让我的这个积累和经验 能够让更多的这些孩子 能够帮助他们 后来我朋友知道以后 他说刘老师 他说我们仓俗街道 有一个小城大爱 圆梦工作室 他说你可以在那里 更多地去发挥 你这个方面的特长 帮助更多的人 那么我听到以后 我特别地高兴 我那一次我就毅然 毅然地到了小城大爱 圆梦工作室报了名 报名助梦人后 刘根山先后领取了 三位病童家庭的梦想 给他们进行康复训练 对孩子家长进行培训 和心理疏导 除此之外 刘根山还对十几位残障儿童 进行了康复训练 对不方便出门的孩子 免费送一上门 刘根山的故事 让我们非常地感动 我想其实每一位 助梦人的背后 都会有一段 让人感动的故事 他们把小爱变成了大爱 回馈社会帮助他人 因为他们的存在 让这个社会 有了更多的温暖 那么朱平的创业梦想的 助梦人有没有找到呢 我们现在再去问问 在圆梦工作室 我们得到答复 工作室已经帮朱平 联系好了一家培训机构 作为他的助梦人 在位于安极县科技园区的 安极构电商培训中心 朱平见到了他的助梦人 李先生能跟我说说 就是你是怎么帮助 咱们这个梦想人 实现他们的梦想的吗 因为电商呢 我这里呢 可以什么 可以从零起点开始 一直到什么 到这个在网上开店 开好以后 我们还会有一对一的 针对性的这个去指导他 怎么样来把这个 网上商业给他创好 网店给他开好 这一块都有 而且这一块呢 什么时候没费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朱平将在这个培训机构 接受电商培训和一对一辅导 培训成效如何 朱平的网店能开起来吗 我们拭目以待 在采访过程当中呢 我也了解到了 圆动工作室啊 在工作过程当中呢 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 就是咱们的梦想人 他想要寻求帮助 但是不敢提出自己的梦想 或者说呢 是不知道该怎么提出自己的梦想 遇到这样的问题 咱们的圆动工作室 又该怎么办呢 我现在呢 就来论问咱们的工作人员 您好 我们有一个调查组呢 就是直接帮他们构筑梦想 我们去了解他的实际情况之后呢 就是根据他的情况 我们帮他来定一个梦想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就是我们能不能够 跟拍一个这样的例子 可以啊 我们最近正好在圆一个 一个道姐的一个梦想 那咱们现在能去看看吗 可以啊 好 孙元英 今年50岁 未婚独居 由于身体不好 并休下岗 没有经济来源 生活困难 梦想工作室 在了解了孙元英的情况后 多次走访和他谈心 征求他的梦想 虽元英 虽然渴望得到帮助 却并不知道 自己该提出 怎样的梦想 我们社区不是 也要走访的 然后那天下午 到他家的时候 他坐在一个 很小的阁楼里 进去的时候 给我感觉印象很深的 就是整个家里 也是很凌乱的 然后他精神状态 不是很好 跟他谈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 就是非常忧郁 反正身体也不好 工作也没有 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感觉好像自己 还没能力 要活成这个样子 因为他理不清楚 他到底确实需要什么 就是感觉 哎呦我 这里不好 哪里不好 然后我就有目的心地 问他 现在有没有工作 然后住的房子 大概一个月多少钱 慢慢的他情况理一下 虽然说他没有讲出 他需要什么 很重点的讲出 但是我觉得 他有两点 一个他还找到工作 这是他的梦 还有一个 还有他的房子的梦 我觉得这两点 对他来说是 目前为止是非常重要的 2015年1月 梦想工作室帮助孙元英 找到在某机关单位食堂的工作 10月 孙元英搬进工作室 协助申请的公租房 一年时间 梦想工作室 为孙元英构筑的两个梦想 都已圆梦 孙元英的生活状况 彻底改观 现在社区帮我解决了 生活上的问题 住房问题 对于以前的相比 可以用一个成语说吧 有天然之病 天然之病 天然之病 从精神上 以前给我一种 心里面有个 漂浮不定的感觉 现在可以有一种 安心 对我自己 下半生的生活 已经可以说 100%的满意了 如今 孙元英也成为 圆梦工作室的一名义工 经常参加公立活动 照顾孤寡老人 将自己得到的爱 回馈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圆梦工作室 经过一年多的运行 已经有一百多位 社工 义工和志愿者 义务为梦想者提供帮助 他们还成立了 助飞和鼎丽两大社工机构 专门开展各类助学活动 针对问题 叛逆学生 成立桥梁心理工作室 为这些孩子进行心理辅导 80多岁的张建民 设立竹箱人热心工作室 义务为人们解答各种法律问题 他们都是圆梦工作室 热心的助梦人 十天以后 我们再次来到朱平家中 他的创业梦想 究竟完成得怎么样了呢 圆梦工作室 他帮我对接了 道远培训学校 十天左右的课程 教会了我们一些 就是说 注册淘宝账号 然后提交一些实名认证的 填写一些 就是说店铺的一些基本信息 然后解决一些货源的问题 上传图片 然后一些店铺的一些装修 一个流程下来 这个店铺就开出来了 但您的店铺现在已经建成了是吧 对 我能看看吗 可以的 看一下 就是这个店铺 这里面都卖些什么呀 这里面卖的都是 我们安吉也是钻椅之乡嘛 卖的都是钻椅家具之类的 对于这次圆梦的结果 您满意吗 我非常的满意 小城大爱圆梦工作室 成立仅仅一面多的时间里呢 就已经被400多个人 圆了梦了 它在安吉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既然是梦想 那就一定有可以圆的梦 有不能够圆的梦 那么在小城大爱圆梦工作室 收集的这些梦想信息里 有哪些梦是能圆的 哪些梦是不能圆的呢 现在呢 我们再来问问咱们的工作人员 你好 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圆的梦呢 基本上方为四类 一类是扶弱 一类是帮困 一个是助学 一个是助创 但是在这四类当中呢 我们还是有些不能圆 本身他有一些人呢 他自身的情况 跟他所需求的这个梦想呢 相差太远 太大啊 可能就是我们不能圆的 比方说 有些与政策类不相符的 有些人呢 他要求我们找工作 找到上海 北京 杭州 这样的一些城市 以我们目前 我们工作室的能力 是不能圆的 我们这里呢 也有很多资料 圆梦信息都在这里 这些呢 我们都登记了 这一圆梦的 这一类 对对 这个都圆掉了 比方像这一类 我们就没有办法圆梦 他是退休的 他要求申请居家养老的一个政府补助 我们也把他的梦想登记了 去了解这个情况 我们觉得他实际情况 与他这个梦想 与这个政策是不符的 所以说他这个梦想呢 原不了 不管是否可以圆梦 小城大爱圆梦工作室 作为政府的基层管理部门 正在用这样一种新的方式 尝试着为居民来解决实际困难 为他们的梦想助力 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 有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 社工义工加入到了 助梦者的行业当中来 让更多人的梦想得以实现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 也想成为助梦者 可以关注小城大爱圆梦工作室的 微信公众号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走遍中国 讲百姓身边事 看中国新变化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继续带您看中国